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一个很可爱的问题 请问圣经跟面包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创世纪二十五章 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创世纪二十五章让我们看到 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结婚 结婚二十年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生孩子 于是他们为此祷告 上帝好奇妙 让他可以怀孕 而在怀孕当中 上帝预言将来这两个孩子 大的要服侍小的 果然他生出的长子叫一嫂 因为他全身都有毛 而第二个孩子叫雅各 意思是抓 他抓着他的哥哥出来 这两个孩子不一样 哥哥一嫂喜欢打猎 爸爸比较喜欢他 弟弟雅各喜欢安静待在房子里头 妈妈比较喜欢他 有一天哥哥外出去打猎 而弟弟在家里头煮东西吃 这时候哥哥打猎完 好累好累 他很饿 然后就求弟弟把红豆汤可以给他 而弟弟说 好啊 那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而 这时候 一嫂说 我都饿得快要死掉了 那这个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 一嫂看重物质的享受 很贪吃 以至于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 因着一碗汤 让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 他不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 他失去的是将来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 更成为弥赛亚的普系 成为全世界的救主 他不知道 他看重面包 看重一碗汤 所失去重要的福分 经文说 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一嫂 一嫂吃了喝了 便起来走了 他 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到了新约 让我们看到一嫂贪爱世俗 而被神责备 神帮助我们 面包当然重要 但上帝给我们的灵粮 神的话语 更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宝藏 就是让我们 看重属神 神的话语 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不但看到食物的重要 让我们更看到神话语的宝贵 我们要得着你的话 当作食物吃了 就得着生命与平安 求主对我们说话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